阿鲁纳其实挺逗的,WTT澳门冠军赛对战早就公布了,阿鲁纳在得知第一轮对战马龙时还发了五个哭的表情。 WTT澳门冠军赛迎来南单32强淘汰赛的对决,国平老将马龙出战,对阵非洲名将阿鲁纳经过四局的对抗,马龙以3比1的比分战胜对手,成功晋级南单16强,赢得澳门赛的开门红,而非洲球星阿鲁纳则是打到回府。 在马龙所在的四分之一区,奥恰洛夫坐镇,两位老将有机会在八强赛遭遇。 马龙是国平的定海神针,他的职业精神值得所有人学习。 目前,马龙的世界排名下滑到第四位,仍然高于阿鲁纳的第十二位,后者是非洲一格。 这场对决,马龙仍然赢面很大,正常发挥的话,马龙可以淘汰对手。 马龙今年已经35岁,还坚持在一线打球。 国平前主帅刘国正近日评价马龙时说,他现在不仅仅代表一名球员,更代表一种拼搏奋进的精神,对身边的队友是很好的榜样,会起到一定的激励作用。 马龙其实也已经伤病缠身,之所以还在打球,一方面源于国平的需要,另外就是源于对乒乓球项目深厚的感情。 他珍惜现在上场的每一场比赛。 国平老将对于比赛的准备很充分,阿鲁纳率先发球,而马龙没有犹豫,直接上手进攻得分,利用自己的发球优势,马龙再度得分,开局打出3比0。 阿鲁纳也有得分,但是本局的前三分,都是擦边或者擦网球,运气不错。 在绝对实力上,马龙占优,他可以轻松压制对手。 5比8落后,阿鲁纳反手进攻出界,落后4分。 马龙一记条打得分,10比5获得局点,阿鲁纳挽救一分,随后,又打出精彩的斜线球,反手得分后,非洲选手追到了8比10。 马龙发球,阿鲁纳直接打飞了,11比8,国平球星先胜一局。 来到第二局的较量,马龙在开局阶段依然发挥强势,牢牢把控场上局面。 3比0后,国平球星回球失误,而阿鲁纳加强了反手的质量,追到了2比3。 双方多拍回合对攻,马龙最终打飞了,比分来到了3比3。 5比4后,马龙正手拉球得分,继续扩大优势,而阿鲁纳则有些无奈, 他无法找到对付马龙的办法,自己倒是失误不断。 一记大力扣杀后,马龙已经9比5领先,阿鲁纳仍然非常顽强, 但是马龙的硬实力摆在那里,11比6,国平球星拿下第二局的胜利。 从前两局比赛的进程来看,马龙赢得还是很轻松,虽然有波折, 但是对手很难撼动马龙,而马龙表现非常稳定,很少失误, 这让阿鲁纳非常困难。 第三局较量,阿鲁那一度取得5比2的优势,又将比分扩大到8比5, 6比10后,阿鲁纳第一次获得局点,11比9,非洲选手拿下一局, 这让马龙摇头失望。 第四局,阿鲁纳状态还是不错,取得5比3领先, 马龙则是连得3分反超。 6比6后,双方精彩对攻,马龙的分后怒吼庆祝。 马龙还是实力更强,最终11比8击败对手,总比分3比1, 晋级下一轮。 尽管最后输掉了比赛,但阿鲁纳一直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 孤军奋战,没有教练指导打成这个样子已经非常不错, 而且比赛过程中还意外受伤,咬牙坚持, 同样值得我们送上掌声。 马龙、阿鲁纳都出生于1988年, 但却是两种完全不同风格的运动员。 马龙是公认的六边形战士,技术360度,无死角, 非要鸡蛋里挑骨头的话,就是力量稍小一点。 而阿鲁纳则恰好相反,力大无穷, 他在拼弹说第二,没有人敢说第一, 所以即便他的动作乱七八糟,看起来很不规范, 但只要力量够就能出奇迹。 之前张本志何就被阿鲁纳打得找不找北, 0比3惨败,但他对马龙这种灵活性选手 却是全面下风,此战凶多极少。 在双方对决的第四局,阿鲁纳还一度出现了崴脚受伤, 没有教练,没有陪练, 也路子能在马龙身上拿下一局, 确实值得尊敬。 阿鲁纳,马龙都是出生于1988年, 前者还比马龙大上两个月。 论训练条件,陪练水平, 阿鲁纳远远不能跟马龙相比,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没有教练, 没有陪练的野路子球员, 在专业选手的顶尖舞台上, 照样打出了他的光彩。 阿鲁纳是一个靠打比赛, 赢取奖金养家的选手, 虽然是非洲一哥, 但他常年征战在欧洲联赛, 基本上就是以赛代练的状况。 阿鲁纳的妻子也是一位乒乓球运动员, 为了支持非洲的乒乓球发展, 阿鲁纳他从自己的奖金中拿出钱来, 在非洲捐了好多乒乓球学校。 今天对阵双满关马龙, 大家如果看得够仔细, 你会发现阿鲁纳的球拍手柄上, 还粘着胶带, 这个球拍应该是阿鲁纳用了很长时间了。 澳门赛首轮难担较量, 阿鲁纳面对马龙并没有缩手缩脚, 反而是打得十分勇敢。 作为35岁的老将, 阿鲁纳的技术先进性不如张本智和, 并运如这些新生代, 他的反手不会抱宁, 相持阶段也不会反思, 主要是以摁、挡落点为主。 今天对阵马龙, 阿鲁纳能够咬住笔分, 而且还能拿下一局, 主要是他正手的杀伤太强大了。 马龙的看家本领就是正手杀伤力。 然而今天在正手队轰上, 反而是阿鲁纳占据了上风, 多次一板拉穿马龙正守卫, 阿鲁纳真不愧为野鹿球王。 之前, 施拉格也是野鹿子出身, 当年还战胜朱士赫拿到了世界杯的单打冠军。 施拉格退役后, 目前男子拼弹, 就野鹿子打得水平最高的, 也就是阿鲁纳莫属了。 实际上, 大家都认为国拼球员天分高, 然而延安等人在直播说过, 欧洲球员他们训练时间非常短, 奥恰洛夫训练间隙还会接孩子, 一周也就练上两三天, 但是他们就是这样, 还能够能跟我们打得难得难分, 有时候我们反而会认为他们的天分更高。 马龙正手杀伤力, 下滑明显, 正手保护能力下降, 已经退出顶尖选手行列。 能够赢下阿鲁纳这场比赛, 主要还是马龙的算球能力, 也就是在发球抢攻, 以及压制阿鲁纳反手上贯彻比较坚决, 要说龙队现在还有多强的控制力, 现在已经看不到了。 如果不是阿鲁纳第四局受伤, 比赛的输赢也不太好说。 通过新加坡战来看, 樊振东只要保持健康状态, 他的击球质量是世界第一位的, 龙胖之争马龙战上风的局面已经不存在了。 王楚清去年也送了龙队四次实力, 新乡战的比赛, 马龙对阵进台速度极快的林荫如, 也没有任何优势。 马龙现在算是一流选手, 而不能算是顶尖选手了。 这就像东京奥运会之后, 快退役的刘诗文一样。 在澳门赛还能靠经验, 控制暴冷赢下莎莎,王亦迪, 但下一战比赛马上又被孙颖莎横扫。 技术在更新换代, 年龄和伤病也是不可抗的自然规律, 马龙正手的杀伤力和正手空荡, 问题也会越来越大。 不过,对阿鲁纳、马龙这样的老将来说, 他们能够出现在赛场上, 也让大家值得去尊重吧。 马龙所在的这个半区, 近来状态大好的林仲勋出局之后, 马龙和奥恰洛夫争夺一个 半决赛名额的可能性大。 龙队的比赛是越来越少了, 我们还是要按照35岁的年龄 来看他的竞技水平吧。 大家觉得阿鲁纳能够在马龙身上 拿下一局怎么样? 非洲一哥是否有非常好的天分呢?